PS5玩游戏可以4K120帧吗 可以 我估计有同学就会说了 2023年新发布的RTX4070响卡 有的游戏都不能4K60帧 你那个三年前花3800多买的破PS5 响卡性能也就RTX2070水平 游戏连4K60帧都费劲 怎么可能4K120帧 这话也没毛病 这个视频我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PS5能玩4K120帧 这里面有个秘密 首先 PS5显卡的性能 目前来看确实不够强大 但是PS5是专门为游戏设计的 软硬件都有优化 具体就不展开了 目前的3A大作游戏 大部分跑2K分辨率的60帧 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个不接受反驳 另外PS5接电视或者显示器的时候 那个连接信号 一般是4K60Hz或者是4K120Hz 这个相当于是容器装信号用的 我们以战神5性能模式为例 它的分辨率是动态4K 可以稳60帧 游戏实际分辨率是在2K到4K分辨率之间 其实PS5大部分游戏都是动态4K的 有的游戏分辨率接近4K一点 而有的游戏接近2K一些 但是这些都是通过4K60Hz的信号传给电视的 举个例子吧 4K分辨率相当于是56度的高度白酒 而2K分辨率相当于是38度的白酒 那怎么能降低一些成本 而让用户感觉不出来呢 你可以给那56度白酒里面掺点水 一般人喝不出来 但是索尼比较聪明 他不掺水 他给那56度白酒里面掺点42度的白酒 一般人更是喝不出来 但是一般老酒鬼能喝出来区别 关于索尼的专属优化 这个解释还行吗 如果你有更好的解释 欢迎发到评论区 下面说说4K120帧是怎么回事 一般比较厚重的游戏 就是画面比较好的游戏 比较精美的游戏 是不会提供4K120帧的 比如战神 只有那些竞技游戏 比赛用的游戏 还有多人模式 才会出高帧率模式 比如使用召唤19 尘埃5赛车 Xbox上面的战争机器5的多人模式 还有英雄联盟 穿越火线等等 这种游戏相对来说比较单薄 画面差点意思 但是他们对显卡要求比较低 如果用高情商的说法 那就是游戏优化比较好 在PS5上 这种高帧率的游戏 一般会采用2K120帧 或者1080P分辨率的120帧模式进行游玩 即便如此 PS5连接显示器或者电视的信号 仍然是4K120帧模式 这个容器是这么大的 美其名曰动态4K 其实大家没有必要太在意分辨率 4K分辨率相对于1080P分辨率 有明显的提升 肉眼可见的细腻 但是4K分辨率对比2K分辨率 它的区别并不是很大 因为显示器的屏幕它比较小 看不出来太大区别 家里面的客厅的电视 屏幕虽然大 但是我们看电视的距离比较远 这个细节也看不太出来 这算是漏洞 也算是用户体验 能够有效的降低成本 我们再看看隔壁家的Switch 塞尔达跨业之息 它的掌机模式只有720P的30帧 主机模式只有900P的30帧 人家照样卖了一亿多台 光是这一款游戏就卖了1700多万部 我们玩的是游戏 得到的是快乐 好玩玩美了就行了 各位说是不是 我们下午就好玩吧 感谢观看